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我们也要顺道去品尝美食和惯心 你也很想知道布德森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那就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抵达布德森首先要去吃个午餐 面酒拉闸面是我们的第一站 拉闸面在广东话里的意思是肮脏面 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名字 那是因为这家面当的第一代当主 以前是在狗局旁边卖的 因为狗局很肮脏 而面当就在狗局戈壁 所以时刻都随口把他们叫做拉闸面 但是这面一点也不肮脏 还很好吃呢 所以这么多年来吃过的顾客 都一直回头再吃 现在他们已经搬离了狗局的小面当 搬来了整节干净的店铺里 继续做起的生意来了 他们的面条是自制的 非常有嚼劲 你可以点干捞汤面 干炒或螺面 我们点了老板介绍的干炒和螺面 螺面很好吃 糖头很甜 炸腐竹脆脆的也很好吃 干炒拉闸面非常香 用的是猪油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特别 但炒得非常入味 很好吃哦 刚才我们吃了拉闸面 现在我们来到这边 很出名的盛世糖水 我们吃一下这里 最出名的签肉 最出名的签肉 这里比较好好的就是 它的收心用签肉的比较环保 最后是芒果新米粒 芒果汁 芒果汁 这个是芒果汁 芒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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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点太硬的 很像它在里面 一口会翻在里面 但是比翻小的一点 因为它冰到太冷 吃饱后我们要去酒店check in咯 下一集会给大家介绍波德森一家有天文台的酒店咯